布兰馆的创作灵感来自托斯卡尼的一座城市 Ferrara 那里有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宫殿 Palazzo Sifanoia 而展览名称 Re-Enchanting the World 在读美惑世界 则是接近了意大利文学家 Silvia Federici 她的一本书 重新魅惑世界 女权主义和下议院政治 这本书强调了女性发挥了重要的角色 不仅扭转了世界的不幸命运 也摆脱了邪恶的咒语 展馆内部是由12片面板所组成 它们分别挂着一年12个月份的大型品部绘画 这些纺织品的表现灵感 参考了Palazzo Sifanoia的崭新树笔画 波兰伊的罗马艺术家 Marcozita Margaretas 她将宫内的一些符号 作为这一次展览的视觉 和意识形态的参考 包括了12星座 使径之系统 时间周期 以及图像在时间和大陆上的迁移等等 12面大型拼贴都分为三个水平部分 顶部通道展示了罗马的过去 与神话的丰富世界 中间的通道 则以真实女性的形象 与魔法 占星术 做结合 她们成为了命运 女神 和先知的 象征性守护者 而作品的最下半部分 则描绘了艺术家自己的家乡 的当代日常生活 女性艺术家在今年的威尼斯双联展 受到相当大的注目 而在艺术家Marcozita Markitas的版本中 她从女性的角度 讲述历史 神话 与摘星术 并透过熟识的冰帖纺织 将观众带入一个熟悉 且美好的世界 她并强化了 经常被忽视的罗马文化 大大的扩展了欧洲的形象 以及艺术史的深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